昨天新闻当中介绍的 洛世小东京设计州 参与展出的单位 包括了著名学府南加大的建筑学院 而来自中国的南加大建筑学院 现任的院长马清韵 他不但是知名的建筑师 更是创下了南加大首次邀请外籍人士 担任院长的记录 马清韵以自身的学识经验 文化背景以及教育热诚 让南加大的建筑学院 有更全面的国际视野 南加大建筑学院由马清韵掌舵 而洛加大的城市与建筑设计系主任 则是由日本建筑师阿布仁史担任 对于美国建筑教育 注入亚洲思维 马清韵认为 亚洲人才可以给美国的建筑环境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亚洲的这种建筑师 或者做设计和创造力工作的人 永远是逃脱不开这种文人 或者这种思考的这种质量 就是它是一个以学者出现的建筑 因为学者就是叫 intellectual 这个在亚洲的各种实践里 实际上是直接容纳在这工作当中 即便就是做建筑 它也把当作一种学术来做 就是我们这种学术传统 还是思辨的这种传统 特别是在建筑专业反应的 就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工作 所以从另外一面讲 作为这种思考和这种 学者型的建筑师 参与教育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建筑设计是展现城市 独特性的重要一环 就拿经济起飞的中国来说 要如何在城市的新旧当中 取得平衡 又不失自己的文化历史 马清运有他的看法 该走的就应该要走 不要去墙流 这个房子 这个老房子要破 破了就再盖的 就不要盖老房子 这个是我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 这个北京说这么漂亮 应该这个清朝的时候 或者说二十几年的北京 二十年代 但是这个北京在这之前 已经过了几千年 每千年都不一样 为什么就你看到的这个北京 就是最好的北京 要留下来呢 其实是一种文化的自私 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 是不是老的东西会丧失 而且是新的东西 是不是足够的好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就是我认为是一定要盖新的 但是新的一定要好 就是我说的好 不是看人的样子好不好 是它的包含的科技含量够不够 它包含的这种民族的 在这个时候的自信够不够 它包含的整个城市 公共生活的方便度够不够 它包含它的做工材料的权利 就是说这一切东西 实际上这样子的质量呢 并不一定带来 它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都有这样子质量 至于美中之间的艺术交流 马清韵认为 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努力 中美两国仍然在意识形态 还是有很大的根本的差距 那么所以两国就相互assume 自己的文化和艺术 是代表那个意识形态的 这个已经远远很过时的想法 artent humanity是最global的factor 就是说如果中美的这个对话 不在艺术和文化上 就是人文学科上对话 我觉得一切的这种 从政策 人权 环境 这种交流或者批评 都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促进更多 美中在艺术方面的交流 马清韵创立了南加大中国学院 希望借着更频繁的互动 让美中一起追求更高层次的艺术发展 因为他认为 大家对于美的追求都是一样的